讲讲Tesla,你特别提到 因为昨天股价真的做得很漂亮 升了1.3% 主要原因就是第四季的数据公布了 负运量创出了新高 负运了30万8千架 市场预期大概26万部左右 大幅比市场预期好 全年交付93万部 增长了8.7% 昨天股价单日升了1.3% 其实去年就升了5成 你怎么看Tesla的投资前景 其实之前跌到1,000元以下 大家也很吸引 900元以下 八字头都见过去年年尾 大家都会觉得很吸引 如果那些低位 真的叫做相对低位买了的话 现在也有一个不错的利润 Tesla中长线的前景 或者今年来说 你觉得现水平是否值得吸纳 你怎么看呢 如果现水平我就觉得有少少偏高 但是如果你说今年 当第一季先算 如果你是大概900元附近 持货 还可以很多人 现在的情况似是 尤其是在下个星期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叫做真的 是机构投资者 下场的时间 就是说欧美 一般就是1月2个星期才开始 去到市场有比较充足流动性之前 那些股价就可以 或者一些不同的股票 它们的波动性可以很大 也有机会刷新高出来 是 所以如果你说当Tesla那样计 其实今次有少少少机会破顶 但是你去到现在这些位置 再追我就不建议 但是如果你是之前 可能买下的 可以多一会儿 可能轻微破顶后 就减一些 可能减三分之一半 这样的做法会好些 整体暂时看 我觉得Tesla可能第一季的头半 就是说2月中之前 是的 2月中之前都还可以 但是稍后就难说些了 因为正如刚才说 就是觉得应该 越近第一季的季尾 就加息风险就越高 是 好 好 好 déjà 是